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關圖表繪製部分的解題 大概後面最後一題 不過那一題的話 跟前面其實蠻得一同的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再花一點時間 也許再把 第12個單元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第12個單元的 這個部分有比較簡單的 一些Sample可以先再Run一下 因為 畢竟證照考試他有加了一些東西 其實相對會程式碼比較複雜 我在第12個單元裡面 有把它稍微做一些簡化 那還有啦 最後還有一個地方可能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說呢 因為這個題目裡面 沒有中文 那因為MatePriLab有個問題 他 沒有辦法顯示中文 或者這個問題 那 除非他 如果你全英文那OK 可是好像我們應該會顯示 這樣會有中文的問題 所以怎麼辦 跟各位講一下 我這個最後 這個底下會有一個 如何解決 中文顯示 的問題 但是 這個可能還是 這個例外有沒有 在第12個單元裡面 第18頁的地方 本來是一個Run碼 如果說你假設把它解決 亂碼 可能要必須怎麼樣 比如說你要把它變成 微軟中黑體 你就要把微軟中黑體的字形 call到那個根目 就是說MatePriLab的根目底下 那至於怎麼call底下 我有 就是把它列表 你可能你再稍微看一下 那還要改一些 改一些參數啦 那最後的話 其實就可以正常的顯示出來 是不會有問題的 另外的話如果假設你對那個操作細節還是 你甚至可以在YouTubeGoogle一下 我印象中我之前有交過啦 然後你可以找一定可以找得到 然後那個每個步驟呢 這邊應該都沒有問題 可以再把 那最後當然 我的一期希望是 你可以把什麼Pandas 我們前面交的 跟那個圍圖部分呢 可以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至於整合的方式 我想就剛剛講的 只是說要實作的話 恐怕 需要花一點時間 再去 試試看 那因為呢 這一期課程 時間其實還是蠻有限制的 有些地方可能想講 但是沒有那麼多 時間 另外的話可能想要講深入一點 但是怕有些同學 可能沒辦法跟上 所以 我想 假設你回去的話 可能還是把前面的東西在做複習 那如果有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是說啦 你可以在Gmail 跟我討論也OK啦 那很歡迎 就是各位可以 找到問題 可以再討論 甚至如果你有什麼 程式的新發現 覺得怎麼樣寫會更好 歡迎你也可以再告訴我一下 讓我的這個 這個講義能夠更 更加的完善 OK 那因為 今天的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的話 我們今天 就先 這一期課程也許就先到這裡 然後 可能再提醒大家 如果你雲單上面資料 還有 以後會用到的話 我建議可以備份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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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